這個上個禮拜五呢 美国股市虽然只有交易半天 可是呢 也都是一片绿啊 都是跌 美国三大指数呢 其实跌幅有0.7到0.4之间 重点是 过去美国股市在感恩节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波行情 因为其实 这一波感恩节 其实这个买气还是非常的强 不过呢 美国股市还是下跌 连这个FNG这个 尖牙股呢 上个礼拜五全部都下跌 到底该怎么办 另外呢 之前一直帮大家追踪的油价 没想到油价呢 上个礼拜五再跌7.7% 创下这一年来的新低 而且这一次呢 这个油价的下跌 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不只应该说 它比台中市的翻盘 更让人跌破眼镜 油价怎么跌这么深之后 还在做一个崩盘 该怎么办 这个比特币呢 之前穆瑙哥也讲到说 他认为看到1500 是 结果呢 上礼拜五一下子已经跌到 破4000块 对很快 继续往下跌 上个礼拜五 入股也是大跌 入股跌了2.5%左右 没错 虽然还没有跌破前波低点 不过呢 这一根感觉上有一点杀伤力 而且创业板呢 甚至出现了跌停潮 所以现在礼拜一 明天呢 互盘不互盘 刚刚蔡总已经讲过 重点是国际股市呢 对于台北股市的压力 你怎么看 对我们说上礼拜 不只是我们自己有选举卖压 那国际股市也有 它自己的卖压 当然12月1号的一个川席会 也是引发卖压的一种 但原由这样子重挫 当然对经济是好事嘛 对不对 如果未来两岸要靠船来运输 这个油价便宜 对航运股有机会 对台湾的货车运送 也是有机会 所以油价便宜某种程度 对经济是有帮助的 不过目前全球的一个股市 跟经济是怎么样 只欠东风 Bauer是不是 Bauer穿股装 对 他就只欠他 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还蛮合的 对不对 看起来他已经看透一切了 对不对 他川普拿他没办法 至少叫他降息 所以你觉得川普不会把他换掉 应该不会 川普开始尊重他了 对不对 只跟他讲说 你希望你降息 但是川普 他可能只要不升息 对 甚至他在12月21号的 宣布说明年的升息速度 减缓 就有点鸽派说法 就OK了 对 全球可能就会还庆 对不对 所以他在12月出去 已经会先召开一个 简单的会议了 白皮书 所以关键就在包尔 我们来看全球股市为什么万事俱备 都来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 我们来看看 关键的道琼指数 打出黄金右脚 对 上礼拜五虽然下跌 但是没什么破底 可是上礼拜五是跌 又创了破断新低 还没有破这个低 但是是这一波的低点 新低点 对啊 但是你看到 上一波是怎样 一口气拉抬 对 就突破前高 代表说把这边套 然后卖一下怎么样 全速解套 是 我们说这个就是多空力道的一个衡量 我拉是一次就拉完了 而且看大概也才拉六七天 砂盘的话 又砂了十几天 而且是砂下去用ABC的砂盘 代表 代表空放力道是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 对 我看上一次的例子 这个地方重挫以后强力的拉抬 它分两段三坡 回撤前面的低点 代表说你这个砂盘 反弹是靠一坡 可是回撤是靠ABC ABC 表示你这个地方支撑很强 差不多打两次 所以之后 阻底之后反而 就比较强 这个阻底到底要阻比较久 还是马上就有上去 当然我们就讲就是东风 东风要来 所以这次又一样 拉一坡 然后回撤ABC 对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个KD又来到一个相对的低档 20以下 对 又达到20以下 除非它是大空投 这地方如果真的再破 可能就是一个大空投 我们说 所以你认为道琼的前波低点 这波24000多点 这个不破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关键的买点 如果破的话呢 破的话那就比较弱势 就非常弱势 对 非常不妙 表示说川习会可能会有剧烈的变化 我们说现在利多包 开始慢慢释出来了 某种程度川普我们可以看到 他选举过后怎么样 已经没有那么强硬了 他就没有在讲出比较大话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就跟我们台湾一样 再来干嘛 选总统了嘛 一个选举欲望 马上就是下一个阶段开始了嘛 下个阶段川普要选总统 就只有一个条件 经济要非常好嘛 美股不能崩 不能崩嘛 美股要在创新高嘛 2019年跟台湾的股市 跟美国的股市都只能有一个行情 非涨不可 非涨不可啦 要不然就要换人执政了 川普这么动乱 如果2019没有大多头 好不好选 不好选 台湾这次大败 2019台股没有大多头 好不好选 很难选 所以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出来 川普是有影响的 台湾影响力可能还是要看国际面子 就要靠川普 所以川普最近把油价 打到一个便宜的程度啦 如果偷偷的库存个两三万桶 未来经济就差很多 把油价打到这样子 让你FED不敢升息 对 然后我的运输成本又降低 一举两得 所以不只道琼来到一个关键支撑 纳斯达克的周线图 他也来到一个中期的一个相对的低点 之前这个地方打出一个M头颈线 想说快要挂掉了 颈线变成什么 大支撑 M头变WD 对 这就变WD就冲上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支撑 一样也是不容易跌破 然后周线的周KD也来到 久违的20附近 看这边没有 这边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 上一次纳斯达克的周KD 20以下是2016年 2015年的大空投才来到 2016 对 杀到2016年初 对不对 所以上一次是大空投才达到这个低点 所以上一次是两年前 对 所以两年的多投 久违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中长期的买点出现 所以这边当然不能随便跌破 不能跌破的话就是一个买点 对一跌破 川普应该也懂技术分析 对不对 一跌破可能会不好救 所以东风可能要赶快来 所以12月初 川习会第一要好看一点 第二那个FED也要配合一下 再来最近的原油 有超跌的一个现象 包尔如果释出一个鸽派的讯息 原油会强弹 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强弹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大型的震荡 最后一波这震荡最大 从64.4拉到76.9 对 拉到12.5 那我们说这个地方从66.5往下灌破 那你就抓一个等幅 1比1的话 66.5扣12.5 66减12等于54 54刚好在这里 所以你觉得有超跌 对这边本来就已经要止跌了 就又超跌这样子 所以目前是一个超跌 跌超过满了 极短线油价你认为是超跌 超跌除非它有两倍跌幅 如果54不能止跌 54再扣12.5 42对 崩到42这是全球经济要出问题了 所以美国经济目前来看 还是算没问题啊 真的是美国经济出问题 原油才会跌到四十几 如果只是因为政治动向 它超跌 一个政治改变可能又会强弹 所以原油强弹 那整个经济又会回复 那黄金我们说本来 它是一个避险商品 对所以这波最近股市一直修正 可以看到黄金都没有过高 黄金这波也很磨人 对啊 这边这边混 对我们之前说黄金到这个地方 涨不动了嘛 对涨不动了 对那会最近黄金 也有可能出现一小波行情 就是往上的行情 往上的行情 它可能会来个东风 对因为只要费的一说 不要那么快升息的话 黄金当然就会有个刺激 因为毕竟跌久了嘛 对不对 那只要它不要强烈的升息 那黄金就回到过去的盘整区 就不会走空头了 那不会走空头 这边一样等幅涨了120 一突破又涨120 那非常可怕 又回到前面的高点 那变成1400左右了 对就13008左右 可是又要恢复 我就说因为费的不升息 没有升息数没那么快 黄金又会变成12001300的一个 整理格局 所以黄金也有一个机会 所以看这个东风多重要 那种全球的一个商品都变多头 当然资金就会比较宽松 所以美元就是一个 观察了重点了嘛 对不对 到底这个地方会不会 升息数度减缓 或是不升息 那美元要走弱 一定会破线嘛 美元已经接近一个 底部的支撑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 那个12月初的一个白皮书 说他们的可能不升息 或是升息数度减缓 让美元只数一个崩盘 那就非常漂亮了 很好啊 那美元走弱 这个资金回流亚洲啊 对啊 全世界就宽松了嘛 对不对 所以美元就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希望这个剧本照我们这样走 对啊 大家做个参考 而且美元出现一个关键的卖压 卖点 你看这个地方 KD一直往下 背离 背离 指数往上 所以看多好 美元出现一个熊市背离的一个空点 所以如果美元往下藏黑灌破 全球商品会同步转强 所以它是一个关键性的讯号 所以台股也在等这个讯号 所以一直在磨 所以我们说而德国股市也来到一个相对的低点 而且这边看起来有假跌破的迹象 对啊 它有破底 破底 拉起来 而且KD怎么样也没破底 对 所以也是背离 它是牛市背离嘛 对不对 是一个关键性的背离买点嘛 而且你看 股市跟美元 看我呈现一个相反的 对不对 就只差东风这样一扇一下 全球股市都会有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 那大家最关心的入股呢 因为入股ETF成交量还是都很大 都很大 最近入股大家一直想要交易 那我们之前跟他讲 只要破那个2600 就是一个超跌段了 就准备是一个关键的买点嘛 虽然上礼拜五中错 但是还是没破第一点嘛 那当然要中错 因为12月1号就要穿席会了嘛 12月底 对 11月底对不起 对 11月底 12月1号 所以看起来还在纷纷扰扰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穿 你觉得入股是假跌破 这个地方是假跌破嘛 真拉起来了嘛 我们说如果真跌破 我们不是常讲假跌破会真穿投 对 真穿投 如果这边真跌破 那他投算哪里 万一假跌破成立 投在这里的话就很可怕了 是 就是如果美中出现一个 关键性的协议 那入股当然就吓死人了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习近平已经开始 没有那么看空股市了 而且看起来一些刺激股市的措施 对 当然这是一个中期的假跌破 所以中期要真穿投 也要给入股一点时间 不过目前来看 现在已经有点免得很可怕了 我会讲的 现在已经有点赌破 我会讲一下 我们现在实际上 有点免得很可怕 那是有点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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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